9月28日晚,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诗生杰与哈尔滨去世,享年66岁。 消息发生的实在太突然,一时让人难以接受。 这个9月注定是一个悲伤的乐本,相声大师常宝华,评书大师沙田芳,小提琴国手盛中国,表演艺术家朱旭相继离开了我们。 而就在9月28日的上午,中国摇滚第一人葬天说爷爷肝癌去世,这一连传的消息,无疑是对演艺圈、娱乐圈产生那空前的打击。 和郭德纲的相声之约,诗生杰生病后,相声界很多为大家熟知的名人,江坤、郭德纲等人都曾去探望过诗生杰老先生。 时事年龄大了,又有疾病在身,从网上曝光的照片中,诗生杰老先生销售的身形,令不少网友心疼。 曾经在节目中表示,像上部分主流和非主流的诗生杰,该言论一出,曾一度是尾对郭德纲的保护,而对了提出此言论的江坤。 诗生杰生病后,郭德纲还曾探望过诗生杰,之后还曾发文说,赴上海探望诗书诗诗生杰先生,见他精神绝说状态很好,也俩相谈甚欢,约定要合作演出,零行时依依稀别,感慨良多。 一个贪字刺一颗活发生命力的树,那时的诗生杰老师精神状态依然很好,两人的向上之约就此产生。 今晚新闻诗生杰离世的消息,郭德纲也通过今日头条雷头条,法文悼念诗生杰,凭声壮志三更梦,万里西风一夜哀,熟千古。 如今私人已逝,恐再难看到诗生杰和郭德纲同台的合作了。 半年前申请恢复洗手图,2017年底,因重病住院的诗生杰老师,人版对外一直是封锁消息的。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后,诗生杰老师的病情渐渐好转。 半年前,再次出现在舞台上的诗生杰,虽然因病情影响显得他老许多,但精神状态依然很好。 在节目中,更和圈中老友吉安被畅谈向上人声。 看着身体,精神状态俱佳的诗生杰,一众关心他的相声迷,也终于放宽了心。 或许是大病出狱,带来了很好的心情。 诗生杰老师在身体恢复期间,还收了个徒弟,嘻哈巴扶扑成员石头,曾经的相声搭档。 如今天堂再会。 不久前,相声大师长宝华去世,而诗生杰,长宝华这对曾经的老搭档当年的相声风采,却已久利欲赞目。 收徒之后,诗生杰在对徒弟的培养上,从未松懈半分。 这一点,在诗生杰老师的徒孙刘继和张汉文身上便可以看出来。 在参加节目时,他们扎实的功底,默契的配合迎来了一众好评,改编了一段传统相声杰左之交,也得到了张国烈的夸奖。 这活是真词事,这一幕幕,无一不在印证相声不会衰败。 曾经的诗生杰,长宝华这组老搭档,如今缺的天堂相遇,未愿天堂笑声依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